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FreeLens虚拟摄影机的一个软体 它不只可以帮我们做即时的缅蓝绿幕去备 还可以帮您做美肌、美颜这些设定哦 使用FreeLens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你既有的网路摄影机 也可以使用我们手机上的镜头 当作是摄影机的来源 其实这样的功能原本是放在Print Lab Studio这个软体里面的 后来它就把这个软体独立出来 所以如果您对Print Lab Studio这样的虚拟摄影盘软体有兴趣 也可以参考我之前所写的文章 安装完成之后 您的电脑事实上会总共增加了三台虚拟摄影机 您可以自由的去选择你的网路摄影机的来源 还有要不要设定它即时具备 或做所谓的背景的合成 如果您想要使用现有的网路摄影机 只要在它的右上角 选择您的网路摄影机 这样就可以打开它 然后您就可以在右手边这边 选择是否要做即时的去备 或是帮它加上这样的一个即时的合成背景 如果您想要使用手机的镜头 当做是网路摄影机 安装Print Lab Studio的APP 它有iOS的版本 也有Android的版本 在手机上要怎么样详细使用Print Lab Studio这个APP 您可以参考我之前写的这篇文章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在Print Lens 跟您的手机做一个结合 首先你可以从右上角这边选择 Connect Print Mobile这个来源 接着它会在画面上显示这样的QR Code 请你打开手机Print Lab Studio 按下Connect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让它去扫描 我们画面上的QR Code 那您可以选择单纯的只使用摄影机 当做是我们的画面内容 或是里面它也有支援VTuber这样的虚拟角色 您如果说想要单纯的使用它 我们就按下Connect 这样它就会开始帮我们做画面的连接 接下来你就可以把手机的镜头 从这个地方把它换成前置镜头 这样就能切到您正面的画面来 现在我们回到Print Lens 您会发现我们现在手机的镜头就进来了 您可以自由的透过右手边这些预设的背景 或是影片当做是您的背景来源 这样自由的切换 您会发现我们因为手机本身镜头 就是相对比较清晰的 那这样效果呢 常常都是比我们使用网路摄影机 还来得更好哦 当你设定好Print Lens 虚拟摄影机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所有的应用程式 或是线上会议里面 选择这一个网路摄影机 像我们现在呢就是在Print Lab Studio里面 你只要把这个摄影机的来源 选择您所设定的那一台网路摄影机 这样就可以像您现在所看到的 我们在里面呢就能直接来使用它 当然其实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您还是要注意一下 除了必须要在相同的WiFi网段里面 来使用以外 您的电脑效能 还有手机的效能 以及WiFi的频宽 最好是使用5G 这样的宽屏状态下 可以减少画面延迟的这个状态 我们下期再见